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将聚焦三个重要的新闻事件 首先中美两国的外交高层再度会晤 王毅和布林肯的会议让人期待 双方都强调了需要对话以消除误解 寻求合作 这对于稳定双边关系至关重要 接下来英国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碎的事件 一位祖父和他的孙子在露营时 因一两话谈中毒 双双不幸身亡 这起悲剧再次提醒我们 安全意识在户外活动中是多么的重要 尤其是在使用奴具时 最后俄罗斯达吉斯坦一处加油站发生爆炸 造成五人死亡和三人受伤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安全规范的再次反思 近年来这类事故与见不鲜 反映出设备老旧和安全管理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队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 强调中美两国虽有分歧 但也存在重大共同利益面临共同挑战 王毅呼吁通过全面对话消除误解和误判 以推动两国关系回到稳定发展轨道 在会谈中 王毅指出判断中美关系的标准应基于遵守中美联合公报和国际法 而非力量对比历史将正临一切 在英国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痛的露营悲剧 一家三代人到威尔斯郊野露营 六十六岁的祖父大卫布朗和十二岁的孙子凯西 布朗不幸双双身亡 警方调查后怀疑是意外的易亚化碳中毒 已对他们使用的主事炉具进行浅厌 悲剧发生后凯西的学校向他致以敬意 称赞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性格随和的学生 凯西的母亲在失去的儿子和父亲后感到无比痛苦 朋友们为他发起募款活动以提供支持 中央社报道 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一处加油站发生爆炸 造成五人死亡三人受伤 俄罗斯紧急事务部表示 爆炸导致加油站建筑严重损毁 火灾面积达五零零平方米 约120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这类事故在俄罗斯并不罕见 往往由于安全规定被违反或设备老旧 去年在马哈齐卡拉郊区的类似事件中 造成了37人死亡和119人受伤 显示出安全隐患依然严峻 香港电台报道 浙江省近日通过了一项新的婚假规定 将婚假延长至13天 这一变化是为了应对当前婚假天数不足以满足 婚检登记婚宴旅行等多方面的需求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出随着跨省婚假的现象日益增加 原本的三天婚假已显得捉襟见肘 为了确保新旧假期的平稳过渡 未修婚假的职工可以按新规定补足假期 联合早报分析了还指连续四个交易率的下跌情况 尽管如此 本季度仍有望创下自2020年以来的最佳表现 新加坡股市在这段时间内表现平平 而中国股市则因政策刺激而上涨 分析师指出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 投资者应关注与旅游相关的股票 与此同时 个别公司的消息也引起市场关注 比如精卫集团因产品召回而股价小幅上涨 精力控股拒绝收购要约等 显示出市场的复杂动态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石破茂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 将成为日本下一任首相 这位前防卫大臣的胜利被视为他多年来努力的结果 他承诺将推动国家安全和经济振兴 并关注性别平等和农村人口问题 石破茂的当选引发了对中日关系的期待 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他在竞选中强调将更加关注民生问题 并致力于推动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信展现 中央受报道 即将成为日本新首相的石破茂提出了建立亚洲版北约的构想 实在加强日本与美国及其他网友之间的军事合作 以应对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 石破茂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中指出 亚洲缺乏类似北约的集体自卫机制 导致战争风险增加 他希望通过整合现有的安全协议 如四方安全对话 和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以为美国上的政策 以为人民币的称职 达到美国的聚绝 认为其过于草率 显示出石破茂在国家安全外交事故上的不足 德国之声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指出这场危机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度取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使得这一模式难以危及 文章提到许多地方政府依赖于马上的政策 向开发商出售土地来获取资金 但随着房地产开发商的支付能力下降 地方政府的收入也随之减少 导致投资和消费疲远 形成恶性循环 形成恶性循环 尽管中央政府已采取措施促进信贷 专家仍认为这些措施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经济危机可能会持续 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成功发射了受苛刻重复使用的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 实践19号卫星标志着中国在航天技术上的又一重大突破 该卫星将用于空间育种试验 搭载了多种植物种子 旨在提升空间育种的科技水平和效率 此外实践19号卫星的成功发射 还将为新技术的验证和应用提供支持 推动微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的研究 这次发射不仅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3七次发射 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的努力 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下个月对德国进行告别访问 这次行程备受瞩目 发言人赫贝斯特赖特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 拜登将召集一次乌克兰联络小组会议 讨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问题 此次会议定于10月12日在法兰克福附近的拉姆斯泰英美军基地举行 预计将有超过50个盟国参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出席尚未确定 但此次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尤其是在美国大选即将到来之际 未来的援助政策可能会受到影响 BBC报道 中国央行近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提振提软经济的重大措施 其中包括降低银行准备金率和抵押贷款利益 这一消息一经发布 香港和上海股市便上涛超过4% 在北京街头民众对新政策表示欢迎 认为这些措施超出了预期 然而 胡先生等人也表示 政策的有效性仍需观察 尤其是就业改善和民众对未来的预期 将直接影响消费的恢复 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华尔街高层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选择持保留态 尤其是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贺锦丽 尽管部分华尔街重量级人物以表态支持特定候选人 但许多人仍在权衡两位候选人的经济政策 和对法律与民主制度的潜在影响 川普的政策虽然在华尔街有利 但可能带来经济不稳定 而贺锦丽的立场则存在不确定 尽管她的政策有望促进经济 但对企业的监管也让人担忧 星岛日报报道 中央组织部今天宣布了重要的人事任命 尤伟被任命为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并担任部长 接替李晓彤的职务 尤伟的职业生涯起步于河南 曾在多个关键岗位上认识 直至最近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 而人民日报社长则由于少良接任 他之前是该报社的总编辑 具有丰富的媒体工作经验 于少良的任命日报在新领导下 将继续发挥其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分析了拜登总统即将访问非洲的原因 自从他入主白宫以来 拜登一直未曾打足非洲 而在2022年美国非洲峰会上 他承诺将访问该大陆 此次访问安哥拉的计划 旨在改善美国在非洲的形象 并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 拜登希望通过此行重申美国对非洲的重视 并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争取更多非洲一选民的支持 中央社报道了中国辽宁号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 过去七天内 日本防卫省持续监测到辽宁号及其随行舰艇 在太平洋进行航行和飞行操演 这一频繁的军事活动显示出中国海军的活跃程度 也引发了日本的高度关注 辽宁号的出现不仅是对海域安全的挑战 也反映了地区军事格局的变化 进一步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扩张 选加非常变化 ШoomOO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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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